这是1956年 日本爆发的一次严重化学危机事件 数万受害者身体疾变 浑身抽搐直至死亡 由于这种怪病起源于日本水雨室 因此它也被称为水雨病 而导致它出现的原因 正是日本排放废水所引起的 镜头中出现的小孩 也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类 只见他躺在床上手脚弯曲变形 张大嘴巴高叫不止 看上去十分甚人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生活在水雨室的市民 开始大面积出现此类症状 许多人手足麻痹 视觉丧失精神失常 他们不断地抽动身子 宛如丧失附体一般 可以看到该女子在镜头前 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 浑身不自觉地颤倒 由于神经损伤 因此她的动作十分怪异 这一幕不禁令人感到头皮发麻 除了人类以外 生活在水雨室附近的猫生物 也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此症状 平日里灵活的小猫 此时就连行走都十分困难 有的猫则是一犯常态 突然发了疯似的向前猛窜 透过这段影像可以看到 患病后的猫和人类一样 此之变形浑身抽搐 时刻处于癫狂状态 而据当时的资料记载 近1956年 就有超过5万只猫忍受不了折磨 从而集体跳海自杀 事件的发酵 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他们开始研究病原所在 最终经过重重检验 确认患病人员均属于拱中毒 而罪魁祸首便是附近的一家工厂 当地的一家化工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 排入水雨湾中 这些废水含有大量的拱元素 因此生活在该水域的鱼类背 感染人类和猫在吃过感染的鱼类后 从而患上该病 水雨病的出现在当时震惊全球 但日本政府却并未处理该事件 而这也导致从水雨是出生的婴儿 一来到世界上便患有先天性疾病 他们长大之后或是痴呆或是各种畸形 总之不是正常人 且生活无法自理 直到1973年 伴随着当地人不断地联名起诉 且在全国各地游行抗议 日本才着手改善水雨湾环境 并给予赔偿 而日本政府有关水雨病患者的赔偿 直到2010年才陆续结束 可见感染人数之多 时至今日 日本在有了前车支箭后 仍旧一意孤行地将河废水排入大海 要知道河废水污染造成的破坏 要远远高于工业废水 而日本做出如此可恶的行径 不禁令人愤怒至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